老铁寄修的一部小米9 这后盖颜色不匹配 应该是摔过 那咱们来看问题 主要是自动关机 关机之后就打不开 在两家有维修过 但是修了没用一两天 又出问题了 那么现在手机的状况 还是不开机 那么之前关机的时候 还听到咔嚓的声音 那么自己也写了原因 应该是摔错了问题 手机摔了很多次 还描出了之前的维修历史 手机电缩电池的一个电容 可能损坏了 然后给他换了一个电池 我就想说 这电池一个电容损坏了 你咋知道了兄弟 该说不说 咱们这皱折也看完了 就准备维修 风枪加热 然后咱们准备把这个后盖 给它取下来 那么划开后盖 大无线充 打开之后 咱们得先看开机电流 然后拆下主板 修了两次 主板好像一点没动过 那么摔的手机 刚才的电流 那么咱们直接判断为 智库虚患 那么取下屏蔽罩 直接对智库进行个加汉 因为小米9这个智库 是没有封胶的 比较容易虚患 那么它电池没电了 咱们找一个电池 来进行开机 开机成功亮logo 那么等待进入系统 也成功进入系统 故障修复 但是这个手机 咱们得观察两天 才能邮寄出去